好 现在我们刚刚在讲到这个苏贞昌 那么他现在呢 到底接下来是要怎么选呢 反正现在好像看起来呢 他真正是在想什么 越来越明确了 比较清楚一些了 虽然他这个嘴巴上面呢 讲的还是另外一套 我想问一下这个逸侯 你自己有没有听到什么 他们自己本身内部一些说法 那而且再者就是我们刚刚在讲 就是说这个北北的 就选情很怪啦 就是这一次尤其是非常特殊 就是说你好像就是说 你这次你是看赢非赢 看书非书有那么一点味道 所以如果照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说真的出来选 但是我要怎么选呢 这个分寸如何去拿捏跟掌握 这就非常的有趣了 其实民进党内部有些人 也在知道选举有在讨论 他们其实重点也没有摆在这一次 他们虽然喊五都全民 其实他们重点是摆在 把政权拿回来 他们认为这次选完之后 蔡英文苏贞昌终须一战 他们两个以后呢 但是我研判 苏贞昌一定选总统 输赢都选总统 他当初要选台北市的时候 他如果要为了民进党打赢 选新北市是一定赢的嘛 因为他办过两届 又有条卡在那边 总是比蔡英文 空降到新北市 来得有把握 蔡英文来选台北市 蔡英文来选台北市 跟苏贞昌来选台北市 有很大的不同吗 我觉得也没有 苏贞昌凉凉的选成那个样子 好龙兵被他们 是他们下面市议员在打嘛 蔡英文来下面市议员也是打好龙兵 一样的嘛 但苏贞昌如果选京北市 那气势就不一样 那时候朱立伦现在就不见得会领先 那苏贞昌这样算好了 那个苏贞昌他选输 蔡英文选赢好了 假设这个状况 那谁来选总统 当然苏贞昌嘛 因为他输不会输的太难看 人家选输了 他没有地方去啊 你不让他选总统 你蔡英文选上新北市 你干你都没有行政之力 干一下新北市 难道不行吗 先让苏贞昌干嘛 干完一届以后再让给你 都可以 因为他食不我语了嘛 好那苏贞昌如果选赢啊 那蔡英文如果两个都赢 两个都赢谁气势比较旺 当然新北市 台北市的比较旺啊 所以两个都赢也是苏贞昌 他赢他输也是苏贞昌 两个都输 两个都输当然也是苏贞昌嘛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苏贞昌 他太太把他的真的话讲出来 苏贞昌今天假如说 很在意台北市 他要发誓要救抓 要签署面契约说我选上 我一定坐满任期 我绝不会中间落袍 这个方式很多 但是他现在不会这么做 因为他赢输 对他来讲都是一样 他都要选总统 光庆你一直在点头 他讲的真的是很精辟 我觉得这次的选举 你想说是赢非赢 是输非输 我觉得这次选举 蛮有残忍的 残忍 残忍就是说你要花脑筋转弯去想的 就是说选上 对苏贞昌来讲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因为就成如刚刚刘亦宏 刘大哥所讲的 他等了那么久 蹲低 而且他07年 就想要从阿扁的这个指导下面 然后接上这个总统初选 获胜然后再去选总统 就不信向庭另外插出来了 他说不靠你陈水扁 而且不靠你陈水扁指挥的那些县市长 去帮苏贞昌 你们这样做 你们就这样搞 他自己在初选 跟两边失差很激烈 刚刚那个我们思成讲说 你不要讲苏贞昌打总统初选 你讲他过去跟武则园 那杀得多凶啊 你讲他帮罗文嘉去选 对周习伟去选台北县长 好像自己在选 那这一次为什么说的那个话 都不像以前苏贞昌闯南闯北 穷穷穷那种招数在打 所以这里面有鬼 那鬼就是说 我们想到的诡异的鬼 就是说大家花脑筋去想 这就考验选民的智慧了 不管蓝绿 你到底是要把苏贞昌绑进去呢 绑进去让他2012年 不会出来对马呢 这个比较好呢 还是让他这个落选呢 那绿营是要让他落选呢 那能不能攻这个2012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 投票的一个选择 那吕秀琳跟向庭就好玩了 第一时间都讲说 很好啊 詹秀琳讲的是真话 我简单来解读啦 最好把他关进去 就没有对手 这次就蛮有残疑的 是所以这个刚刚光琴才用 残封这两个字来形容 这次非常诡决的一个选情 本来大家还有没有觉得 就是说好像五都选战 这个感觉好像都没有炒热起来 怎么炒都炒不热 好像冷冷清清的 可是现在好像越来越 不是这样的一个味道了 倒数75天 会不会觉得是 这个选战越来越精彩呢 我们天天都会有 非常精辟的解析 待会回来 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 这个花博呢 现在本来呢 还在想说 也许啊 办得不错的话呢 可以帮这个好龙斌加加分 可是没有想到呢 现在不断的有市议员呢 那么出来抨击啦 批评啦 不断的去所谓的揭闭 结果呢 是搞得非常非常的紧张 那么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那么究竟在这一次呢 又被批了什么 而国民党方面 又要如何来应战 马上回来 好观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加入 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在今天呢 来谈选举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选情的部分 刚刚谈了很多 有关于这个北北部分的选情 那么好龙斌呢 甚至在昨天我们也都看到了 请出了这个人气王 包括像是这个国民党中常委 连胜文 他们以前就是一个 很好的合作伙伴 那么呢 这个连胜文也出来 帮他要做辅选 那么接下来呢 当然也会看到 可能这个马英九总统 也会请全力的 来拉抬好龙斌的选情 那么好龙斌甚至呢 都还拜妈祖咯 说这个 这个清白的人呢 是人在做天在看 那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们其实也看到 就是说 整个好龙斌身边的一些 这个市府的团队的这个人员 最近这个士气相当相当的低落 那国民党召开辅选会议 当然就是要全力的来帮衬 这个好龙斌 那副市长李永平呢 他显然这个现在也面对了 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当然尤其 就是现在呢 本来大家都是花尽了这个力气 费尽心思在全力的办花博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办花博呢 都还没有真正看到花博登场呢 已经是整个这个批评不断了 那么结果李永平甚至 他还落泪哦 甚至传出说 要求这个惩处放话的同志 那么这个看起来 简直是大家都弄的 非常非常紧张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 接下来就要来探讨一下 就是这个好龙斌呢 现在面临到的这个压力 尤其是在今天 我们也看到了 哇报纸上又登了很大 就是有关于 好像包括学校啦 包括了这个派出所的园警啦 甚至像是这个 公家单位的公务员们 那么大家都要一起来 学这个所谓的花博舞啦 等等 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先去看一下 就是过去 其实在高雄办试运的 那个期间呢 其实也有看到 类似的情形发生 我们在今天特别做了一个手版 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您不妨也来去做一个对照 去比较一下 就事实上 这个是不是两个 这么样大型的一个活动 其实它都有相似雷同之处 好我们看一下 先从花博来讲起 整个全台北市一共有 255所的中小学 多达42万的学生 要学跳花博舞 那么像有高中呢 每天就因此下课的时间 延后10分钟 那么教室的必报呢 也来用花博的主题 那分局也有强制远景 利用午修来练武 不过教育局方面 学校方面等等 都有做一些回应 教育局说 其实我们只是鼓励啊 没有强迫 那学校方面有讲说 跳花博是利用体育课 也没有列入评分啊 那么校方希望要 这个给学生来布置 做这个花博的主题 同样也是没有强迫的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再来看看 20名具有校长 领选资格的后用校长 他们被要求 要支援校外教学活动 结果是到外县市 去推销花博门票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个报载是如此啊 那当然他们有访问 这个校长 那个又不具名 后用校长不具名 那么就说 觉得这个也是因为 很担心有压力 但是呢 教育局方面就说 后用校长 只是协助宣导 绝对没有再卖票 好 这是台北战 办花博的情况 那么回想 在09年那时候 办高雄市运的时候 高雄市各个局处派出所 都是有要帮忙卖票的 那么市运组织委员会 当时也有出来澄清说 我们只是要求 各个局处在协助推广 再说到学校的部分呢 学校也被要求 要认养特定比赛哦 那么像有高中说 凭票跟体育课可以加分 说一张票跟是五分 两张就是十分 不看比赛的话 要寄旷课 那结果家长就有反弹 结果后来学校就自己来取消了 绿营议员办活动送门票 结果还被嫌送 你这个给我的票 这个比赛好冷门哦 不想看 好 其实呢 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的一个图表 对照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真的哦 市运跟花博还真的有一些蛮相似的地方 慧如我想请教你哦 其实在办大型活动 如果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那其实全民来参与 这未尝不好 那但是如果说 像我们刚刚所看到这种情形 马上就被批啦 或者是说可能校方啊 或者是家长啊 其实各自有不同的这个立场 有的时候会不会也许是 可能这个市政府也没有真正怎么样 可是就是下面会去揣摩上意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自己怎么看呢 当然这个 我刚刚就前面讲说政治新闻媒体 还有他的立场 是 那苹果日报的立场 因为我看他这个报导 我也看不出来说 这是什么 因为跳花博五那个已经 八月就讲过了 是 所以到底是有什么新的部分 那你刚刚主持人家说 卖票部分 市政府没有 没有叫他们去卖 叫他们去推广 那为什么苹果日报这样做 做一整个版 我个人小人之心的研判 会不会是这个之前 好龙斌修理动新闻 那现在 苹果日报就修理好龙斌 你修理我就修理你 就这样子 苹果日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 它就是一电视的执照 NCC不发下来 它就修理NCC 就这样子 你觉得黎智英有什么道德标准吗 黎智英他不是媒体的 黎智英是个商人 你不给我执照我就骂你 就这样子 这有什么了不起 那你动新闻修理我 我用就修理你 你不要把黎智英看成媒体人 那回到这个刚刚主持人提到过 世韵跟花博这个比较 今天早上民进党的立院党团 开了记者会 立委大炮集的民进党一支排开 一个一个骂 从头骂到尾 好那他们对花博的批评 我没有意思要帮花博辩护 可是我希望观众朋友用到过来的立场想说 如果今天民进党执政啊 他会怎么办花博 你看苏仁昌他的这个 虽然我个人是不喜欢他 可是他讲话也是有他的希望 如果他当选的话 后面四个多月的花博是谁要办 是他要办 如果他赢的话 因为花博的展期171天 11月6号开幕 如果苏仁昌真的赢的话 后面是他要去处理的 那如果民进党办的话 我们就拿世韵当例子 最简单就是说 如果民进党办花博会怎么办 也是这样办 民进党办世韵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copy说 那如果是花博的话 我认为他们也是一样 说中小学 叫小朋友种花也被骂 种花不行吗 还是也不能种花 那跳个花博舞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 我个人我是比较不喜欢 跳那干什么 那你把远景当成什么 那当然市政府马上做调整 说那志愿参加好了 如果表现好了 寄个嘉奖 那不参加就算了 我觉得就鼓励大家参加 可是也用不着说 一定要说你一定要去跳 然后利用午休时间 或是甚至利用这个下班时间去跳 那个都过头了 但是一个让台北市民参与 甚至说因为他不是只有台北市 他中南部有很多 这个学校什么都会来参观什么 来共襄盛举 我觉得如果把花博 当然我必须承认他跟选举太近了 会大家直接跟选举做联想 可是如果花博不是在台北市办 而是在台南办 我们就讲高雄市运 高雄市运那时候你有看到什么 大规模的唱衰 然后一整排的国民党立委去骂吗 其实是没有的 我都觉得至少苏贞昌在这方面 相对的部分是蛮节制的 但台北市议员 他们为自己的选举 你看台北市议员几乎每个人都把花花 炒炒变成花炒专家 那我这边特别讲说 苹果日报的心态 我的研判是这样子 他要修理黄冰那就修理吧 如果台北市民看不清楚 我也没办法